好,在下面这个图,他给我的A是-24,C是62,D是ACD是一个三小型 他说AD平行于BC,所以AD平行于BC,这一边 然后,过后呢,B是1-1,ACD,ACD垂直,ACD跟CD垂直 他要你找AD的equation,AD的equation So,我知道我的gradient of AD会是等于我的gradient of BC 我的BC这一边,他就2-1,除6-1,2-1,3,6-1,5 然后,他经过的点是什么呢,他经过的点是AD啊 现在他要的是equation of AD,AD的话,他经过A A是-2,10,所以我就有Y-4等于35,X加2 因为我用Y-Y1等于M,然后X-X1,这个equation 所以他会变成305X加605加4 所以我的Y等于305X加50,26,25 好,这就是我的答案了,OK 所以这边,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,305Y,305X加26,25 对,OK 我这边,这个是X来的,我写错了 好,来,接着 这边,他要你找D的coordinate D的coordinate的话呢 我的cd,我的cd的gradient呢 我的这边,我的gradient of cd 会是等于negative hypergradient of 那个cd 等一下,来,OK 没有,我先找我的gradient of cd先 我的gradient of cd呢,会是2-4 6-2,6-6-2,6-4-2,6-2-5-4-4-4-2,6-2-4-6-4-4-6-4-4-4 所以这个其实是gradient of ac不是gradient of cd 这个是gradient of cd 这个是gradient of cd 然后我的gradient of cd呢,会是等于4 OK,negative导版过来 然后我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经过它的点c62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什么 y-2等于4x-6 然后它会变成4x-24加2 所以y等于4x-22 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这个是ad 这个是cd 然后我两个做simultaneous equation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第一个点 所以我sub我的equation2 into我的equation1 我就有4x-22 等于3x-5x加26x-5 然后分母有5 我全部一起乘5 全部一起乘5 然后我的55月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可以拿到 就20x-110 等于3x加26 然后我就有17x等于136 所以我的x等于136除17 我这边136除17 我拿到28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8 into equation2 然后我的y等于4乘8 减22 232 10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 我的d是80 这就是我的答案 80 对了 好 都可以上能 哎唷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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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